汪小菲和大S离婚后 两人的感情生活一直都是外界关注焦点 期间汪小菲不止多次被爆婚内出轨张盈盈 日前她更是暴走只称 大S一个月花一百万买伪精药品 又马上删文 超时控的举动让全王傻眼至极 事后她也发文致歉 楼日是因为一时冲动 恶复一生中最后悔的事 因此公开向大S孩子们以及S妈道歉 汪小菲也在文章内强调 做错了就要认 40岁的人说出不负责任的话 大家吵也是应该的 并表示自己希望弥补这些伤害 未来除了孩子相关的事 她不会再打扰大S的生活 不过网友对于这份声明不仅不买单 还整理出汪小菲这半年来发过的道歉声明 道歉对象包含黑人陈剑舟大SS妈 甚至连出轨的对象张盈盈都有 很酸男方不是在道歉就是在道歉的路上 她才像是吃了药的 道歉语录作者汪小菲 也因此让汪小菲抱歉的一声 登上热搜 如果道歉游泳的话 又请她干嘛 就是说你了